你该知道的关键字 王浩 我觉得台北市有很多地方 反倒因为大概是你执政久了 也没有连任压力 有很多地方像螺丝松了 而且松得有点离谱 我先说明一下 我跟市长的质询 首长没有邀请请不要上台 这是我跟市长的时间 七年前无视同党身份 一心监督好龙斌市政 七年后又用心手固 只属于市长跟议员的质询时间 这位尽忠职守的议员 九四国民党曾任五届的议员王浩 这么厉害 王浩在好龙斌任期结束前 离开连任四届的议会 进了社会局当局长 正式从民意代表升官了 民意代表最久的这个性质非常的急 所以说有的地方如果有得罪 我先请各位见谅 但我绝无恶意 要大家多忍受自己的急性质 前一天还在市议会审议算的王浩 2014年第一天变成社会局长 局长还没当一年 强大的民意让他又回归议会 选战都结束了 候选人扫接谢票还是超卖力 但王浩跟社会局间的辅导情 可没那么快结束 议市议会又闹出了桃色疑云了 资深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王浩 被媒体爆发 已跟已婚的市府社会局 家暴中心主任 多次在大安区的豪宅里头优惠 王浩跟社会局家暴防治中心陈姓主任 两人被职集一前一后进出 似乎在避免同框 但两位当事人双双否认 那个地方是个案的主家 因为他是离婚了 而且他的状况很特别 我就请家暴中心的陈主任 来帮我协助 原来是辅导个案啊 汇局真的很认真呢 反正摩铁都是商务中心了 你说民宅里是个案需要辅导 我也就信了 体育主播出生的王浩 从媒体转战政治圈 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官 王浩当官就是要破官 只是王浩后续被挖出 企图棒被拍到了陈姓主任 乔社会局副局长职位 乔不成就逼退前社会局长 得好 王大人果然照顾社会弱势 没当官的变成官 这就是公平正义 但王浩听到了更气 拿出前局长传给她的暧昧简讯 请你看一看 他把她穿内裤的照片拍给我 她是什么意思 这样子的女人是什么样子的心态 请你们自己好好看 她给我的简讯内容 她是一个正常人吧 前社会局长电话没接 但发书面声明表示 不满王浩借由公开 她的家庭隐私掩盖关说案 我不知道王浩的出轨跟滥用职权是不是真的 我只觉得这年头 当保姆跟辅导人员都好辛苦 不能好好坐在办公室 不是去密室就是去摩铁给人误会 你 得 那个 每日广告观看次数屌打眼见所有广告看板 最强大的CP值 最直接的曝光率 行销广告求婚告白 婚伤喜庆指桑骂怀 商品交换可密室协商 你有钱我们就有故事 买广告曝光就交给老天鹅 这个交给我就好 张国伟 今天一抽卡 好 抽下去 男生手抽运气好 人生起飞没烦恼 有人手抽SSR就一路玩到挂 有人抽到烂卡靠后天努力欧洲 但张国伟就比较特别了 我全都要 人称K董的张国伟今年49岁 是长荣集团创办人张荣发二房独子 人生手抽已经是SSR的他 却偏偏喜欢靠自身努力加成升级 除了曾任长荣航空董事长与机师 也是台湾第一个拥有驾驶飞机及维修证照的董事长 天生资质加上后天努力 让他成为家族权力游戏下被锁定的首要斗争目标 原本开着飞机前往新加坡 前脚离开国门大房闪电出击 拔掉张国伟董事长职务 就连回台驾驶任务也被暂停 得当一般乘客 可是这样可能你要暂时当心理非心梦想 没关系啦 前脚刚出家门 大房直接赶人 这电影中才出现的剧情 黑董感受最深 总是会复仇的是不是 没有什么复仇 我就是 打工就是做上班而已 对 不好意思 看接下来有什么计划 我大概就休息一阵子好不好 同为打工仔 我的身家是欠款有余 黑董的身家是上汉百亿 不放弃的他2020年初重启炉灶 开办新宇航空马上就遇上疫情 当时董事长张国伟亲自直飞 开航却意外碰上武汉肺炎大流行 新宇航空最后一条航线 台北 县港3月21号之后也取消 但凡事物极必反脾极太来 好的消息在后尾随而来 集团遗产诉讼有了最新结果 台北地院最新审理结果 张荣发亲笔签名 加上多位见证人 判决遗嘱有效 张荣发遗产粗估240亿元 按照民法特留份规定 扣除张国伟 另外5位继承人能拿到12分之5 大约100亿元 剩下的140亿元都给张国伟 这就是逆转胜的风 很清楚 当各国停航让新宇烙赛 初审又在低点不嫌逆转 全案虽然还可上诉 但现阶段又让王子复仇记新增一笔 我就觉得这个太过瘾了 今天礼拜四 目前订阅数414900 记得按下订阅键 开启小铃铛的所有选项 等等有直播大家记得跟上 英国 意大利跟西班牙的疫情 从一开始的悠悠哉哉 到现在的越来越不受控 当时1月底的英国 出现首例时也是这样说 欧洲的英国31号宣布 首次出现武汉肺炎病例 共有两人感染 没事 喝杯下午茶压压惊 英国继续看亚洲忙 但一个月过去了 英国确诊数飙升到2000例 其中56人不至 当大家封城的封城 停班停客样样来 英国总理强森 却突然佛祖上身逆向操作 英国要求人民有三 第一点有轻微症状的人 就必须在家隔离七天 如果七天后症状持续或恶化 届时再叫救护车 第二 英国未来重点 将放在重症患者 因此不再一一检测 任何有症状的人 其中包括在家隔离的轻症患者 第三 禁止学校 安排学生出国旅行 也建议70岁以上老年人 近期不要长途旅行 甚至最好都先待在家中 不检疫 不禁止 不停客 缘分到了疫情自然会平息 感应就痛了 可以 不愧是达尔文的故乡 不敬天则逝者生存 英国人吓到不敢出门 人民抗疫声浪排山倒海而来 强森越想越不对劲 也决定醒来华丽转弯了 因为以往佛系防疫的首相强森 16号终于申布 防疫升级 你应该避免公园 公园 电视团 和其他社交游戏 有时间让所有人 阻止不重要的关系 和其他人 阻止不重要的旅行 我们需要人们开始 从家工作 在哪里能够 好 来看到这是在欧洲的意大利 即便现在新冠肺炎肆虐 近乎是要世界末日了 他们也还是非常坚持着吃的品味 看到是这个超市上货架 几乎是扫购一空 但是这没有调完的意大利面面条 以及夏威夷的薄饼披萨 是法人问津完全滞销 现在意大利人囤备物资 大家还是能看到他们的坚持 对台湾人而言 我们最后的底线又是什么呢 此时我终于理解意大利人的感受 这种把食材拿来到处试验 就像把香菜加到各种食物之中 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 但对于一天三杯 把真奶当水喝 脂肪当衣服穿的人来说 今天的冲击却还没结束 首摇杯强制揭露热量 糖量 明年元旦上路 政府为了大家可以 做好健康管理与控制身材 预计明年元旦开始 饮料都要标识糖量跟热量 达到警示的效果 就是求好心切 太赤裸了吧 叫肥宅如何是好 每一杯我看都破千 先喝两杯压压惊 爸我吓坏了 我只想知道条例上路后 台南的小吃要不要 例如审查之内呢 要不要去砂糖啊 我就说啊不要不要不要 快追踪订阅老天鹅娱乐 随时掌握最新动态